哈喽大家好,我是画车的魏总 关于改装啊,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改外观,提升动力等等 我想大多数车迷啊,想到的都是这些 但是呢,在北非中东南美的战乱地区 那里的精神小伙们则更喜欢用各种武器来改装汽车 尤其是改装皮卡车 那这一期呢,咱就一起来看看 经常扮演屌丝逆袭角色胖揍坦克的武装皮卡 到底有多神奇 在早期,皮卡主要是货运汽车 所以早期的皮卡就采用了非承载式车身 通过减震钢板弹簧与前后车架搭接 这种结构优点啊,就是承重能力强 车身稳定性贼高 缺点呢,就是每一次路面的颠簸啊 都能传到驾驶室 后来,为了乘坐舒适性 又发明了承载式车身 车轮通过悬挂直接连接在车身上 通过悬挂和减震器来缓冲颠簸 而皮卡呢,就开创性的在成员舱载人部分 采用了类似承载式车身 后部载货部分呢 依旧沿用了非承载式钢板弹簧结构 这样呢,就能比轿车啊,能承重 又比货车呢,更舒服 不但结实耐用好维修 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 此外呢,皮卡敞开式的车厢 不仅很适合运兵运物资 更是特别适合安装重型武器 正所谓,武装皮卡拉着一车黑叔叔 他们看见坦克就秃脱 肩上扛着RPG 手里还握着AK47 这标准三件套 那可是给了全世界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 恐怖分子等武装力量 战斗的底气 而武装皮卡呢,真正闻名全球 则是在1987年了 那年呢,利比亚与乍德爆发武装冲突 当时利比亚军队啊,装备精良 300多辆坦克 在数十架战机的支援下 发动了进攻 而乍德军队呢,就比较惨了 仅拥有着400辆丰田皮卡 双方实力呢,差距明显 但是呢,常言道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那困难多 乍德军队这一次啊 将反坦克导弹装上了皮卡 利用激动灵活的特性 在广阔的沙漠里 和利比亚的坦克部队周旋 游击穿插 最后居然击败了 不可一世的利比亚部队 这一次胜利 也直接把武装皮卡推上了神坛 比较大衆応戀 断新大亚告 全身大距离 습니다 今才射手 先祿 牛逼 熟悉皮卡的小伙伴估计都知道 美式大皮卡在美国销量火爆 但是战乱地区的武装皮卡 主力其实更多是丰田皮卡 在早期 中东和北非沙漠中的武装皮卡 大都是丰田兰德库鲁泽家族的产品 从早期的兰德库鲁泽40 到后来的经典款兰德库鲁泽70 兰德库鲁泽完美地演绎了 山是山 河是河 打仗还在魔改兰德库鲁泽 除了兰德库鲁泽系列 丰田海拉克斯皮卡也是深受欢迎 而最受欢迎的当属2004年至2015年生产的第七代 仰仗着皮实耐用的车身机构 及出色的越野性能 被中东武装分子亲切地称为 丰田坦克 但是呢 这几年 武装皮卡里 我们国产皮卡也开始逐渐增多 尤其是来自河北的中兴皮卡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 这里边PKM系列机枪最受欢迎 这款枪曾经是华越部队步兵连队的火力核心 有效射程达1000米 被弹量大 可以以持续的火力 有效压制对方的步兵武器 比起通用机枪 德士卡重机枪火力就更猛 这款枪一直是苏联重型武器的代表 使用穿甲弹队一般的车体和墙壁 几乎可以做到百分百的穿透率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重 所以安在皮卡上移动 几乎是必须的选择 在枪之外 火力至上的无后座力炮 也就被搬上了武装皮卡 虽然如今的无后座力炮 威力越来越不足以威胁三代坦克 但毕竟落后地区没有太多反装甲任务 更多的也就是打打建筑物 无座力炮的优势正好发挥 而用来对准天空 打飞机的ZU-232高射炮 由于重量较轻 改变了用途 也常年被各路武装广泛部署于卡车皮卡之上 可用于大面积扫射敌军的地面目标 但这些都不算神奇 最强大的还要属于煤气罐炮弹 这个东西好像是最早叙利亚叛军发明的 只要在一枚小型火箭前面 焊上一个煤气瓶就可以了 发射出去后几乎可以炸到一整洞了 堪称中东版煤良心炮 作为交通工具里的绝对重磅角色 皮卡呢闻名于世 但却也因为足够实用 以及强大的越野能力 被改造为了穿梭于炮火硝烟里的杀戮机器 那些嗜血的暴徒把它开赴战场 我想这并不是皮卡期待的归宿 只期望着未来皮时耐用的皮卡 只会成为承载生活的工具 穿梭世界成为周游世界的坐骑 不再做战场上的无情机器 好了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这一期喜欢就给我来个 关注和一键三连 这期壁纸呢留言或者私用我就能拿到 我是喜欢玩坏各种汽车品牌的味色 咱下期再见 来文版了 谢谢 就像 stylist i 咱下期 咱下期 你 咱下期